日本所上官底前上百人高舉標語 不滿日本政府今年夏天就要排放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 實際上福島核電廠從12號開始 就針對核廢水的排放設備展開試運轉 一直到本月底後才會由國際原子能總署 日本核能機關 以及福島縣政府和漁會組織同意 才能正式確定排放日期 但不少漁民認為核廢水的輻射數據 至今根本不透明 尤其日前來訪的南韓考察團 提報經過處理後的福島核廢水 仍然檢驗出潮標的放射性物質 濃度甚至高出2萬倍 而用來過濾廢水的多核素處理系統 9年內甚至故障8次 距離日本最近的福山 南韓民眾幾乎每天示威 官員憂心 福山擁有南韓最大的海鮮市場 很可能因此重創 福島核廢水分起也引爆南韓朝野口水戰 在一黨民主黨黨魁李在明 周末發動大規模示威 要求南韓執政黨對日本海廠管制表示立場 同時也大喊在各項數據都還有疑慮之下 日本廢水的排放至少要延到明年初 TVBS新聞 中華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 中華報導